从今天起四座热门巴沙实施新的人流管制措施 由于今天是22号属于双数日 只有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个数字为双数的人才获准进入 记者蔡可汗发现了一些民众不清楚新的规定 巴沙外仍有不少人排队等候进入 早上七点益顺的中邦巴沙外出现了大约80人 他们都井然有序的排队进入 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检查民众的身份证 也有人手持牌子向排队的民众解释新措施 大部分前来的民众都知道有新规则 但一些年长者却感到混淆 据了解由于今天是第一天落实新措施 所以会通融让一些人进入 但明天起将严格把关 我的身份证后面的号码是7 然后今天是22号是双数 我的是单数 所以今天我不跟你进去 我不太主要 我就是要问 要问他这边有工作人员 我们可以问的 如果不符合就算了 在牙龙市乃巴沙 早上八点半也来了大约70人 据了解有近一半的民众 在进入巴沙前不清楚有这项规则 直到工作人员上前解说 当局规定 现在只能一人到巴沙 年长者或残疾人士 可在一名家人或女佣的陪同下进入巴沙 但他们必须同住一个屋檐下 其中一人的身份证号码尾数 必须符合在单数或双数日进入巴沙的规定 感谢您的频道